5号至6号,习近平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少成,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王立霞陪同下,深入巴雁纳尔市的自然保护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林场、水利部门等调研。 位于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乌梁肃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灵防汛等重要功能,是我国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汇区,是控制津津风沙源的天然生态屏障。 5号下午,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当地坚持山水、林田、胡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生态环境恢复等情况,查看乌梁肃海自然风貌和周边生态环境。 习近平强调,治理好乌梁肃海流域,对于保障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乌梁肃海治理和保护的方向是明确的,要用心治理,精心呵护,一贯之久久为功,守护好这颗塞外明珠,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清、水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 随后,习近平来到位于乌梁肃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查看土壤、种子样品等展示, 对当地开展严检沙荒地改良改造和综合利用,推动科学灌溉,推广现代农业,表示肯定。 习近平走进田间,仔细查看小麦辣椒长势,向现场农迹人员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他指出,示范园区要在推广现代农业方面真正发挥作用,不断探索,找到适宜这里的品种、技术和耕种方式。 成本要降下去,效益要提上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核桃地区条件得天独厚,虽然不缺水,但也要节约水资源,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不能搞大水漫贯。 总体上看,内蒙古的草原已经过目了,要注意修养生息。 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林河区国营新华林场,了解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情况。 自1978年起,该林场大力治理耕地延检化造成的土地沙化问题,累计造林3.9万亩。 在林场,习近平听取内蒙古三北工程建设和林场制沙造林情况介绍,并实地查看正在治理的沙地。 习近平强调,人类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防杀制沙。 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放松就会出现反复。 像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干成。 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杀制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 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林场的工作很辛苦,也很有成效,要继续做好。 科研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实践中形成的真知变成论文, 当党和人民需要的真博士、真专家。 习近平随后来到核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考察。 核套灌区是我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现已形成完整的七级灌牌体系。 习近平结合沙盘、屏幕,听取当地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核套灌区精细化管理水平, 促进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等情况介绍。 习近平强调,核套灌区灌改工程是千年基业, 花了很大功夫也很值得,要继续完善提升, 提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 同时要量入为初,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6日下午,习近平在巴雁纳尔市主持召开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少诚, 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梁延顺,先后发言,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相关省区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 把防杀制杀作为荒漠化防治的主要任务, 相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 退耕还林还草,精金封杀源治理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 经过四十多年不懈努力, 我国防杀制杀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杀进人退到滤进杀退的历史性转变, 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不如良性循环, 荒漠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荒漠化和土地杀化实现双缩减, 封杀危害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益智, 防杀制杀法律法规体系日益健全, 绿色惠民成效显著, 铸就了三北精神, 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实践证明, 党中央关于防杀制杀, 特别是三北等工程建设的决策, 是非常正确, 极富远见的。 我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 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杀制杀道路。 习近平指出, 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 而且荒漠化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区、 少数民族聚居区等高度偶合。 荒漠化、封杀危害和水土流失导致的生态灾害, 制约着三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构成挑战。 当前, 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好转、 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 但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 程度重、治理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 这两年, 受气候变化异常影响, 我国北方沙尘天气次数有所增加。 现实表明, 我国荒漠化防治和防沙制沙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我们要充分认识防沙制沙工作的长期性、 兼具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 进一步提高站位、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 习近平强调, 2021-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七工程建设期, 是巩固拓展防沙制沙成果的关键期, 是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山水、林田、胡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以防沙制沙为主攻方向, 以铸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目标, 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分类施策, 加强统筹协调、突出重点治理,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 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 牢不可破的北江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系统观念, 扎实推进山水、林田、胡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要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 加强制沙、制水、制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 着力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 要强化区域联防联制, 打破行政区域界限, 实行沙漠边缘和腹地、上风口和下风口、 沙原区和路径区统筹谋划, 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 要优化农林木土地利用结构, 严格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控, 留足必要的生态空间, 保护好来之不易的草原、森林。 习近平强调, 要突出治理重点, 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站, 以茅乌素沙地、库布奇沙漠、 赫兰山等为重点, 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 加快沙化土地治理, 保护修复核桃平原、 河湖湿地和天然草原, 增强防沙、制沙和水源涵养能力。 要全力打好科尔沁、浑扇达克 两大沙地歼灭战, 科学部署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要全力打好河溪走廊、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 全面抓好麒莲山、天山、 阿尔泰山、赫兰山、 六盘山等区域天然林草植被的 风域风禁保护, 加强退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 确保沙原不扩散。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科学制沙, 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要合理利用水资源, 坚持以水定律、 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大力发展节水林草。 要科学选择植被恢复模式, 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 坚持桥、灌草相结合, 营造防风固沙、林网、林带 及防风固沙、沙漠所边林草带等。 要因地质疑科学推广应用 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 习近平强调, 要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积极参与全球荒漠化环境治理, 重点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 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化防治, 引领各国开展政策对话和信息共享, 共同应对沙尘灾害天气。 习近平最后强调, 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 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中央统筹、 省副总则、 视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完善政策机制, 强化协调配合, 统筹指导、 协调推进相关重点工作。 要健全三北工程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撑体系, 建立稳定持续的投入机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 一张蓝图会到底, 一茬接着一茬干, 切而不舍推进三北等重点工程建设, 助劳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会。 李干杰等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会。 何立峰陪同考察。 马兴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有关省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